我真的无言 杂眼 车主超生气 爱车惨招大树压会 这种事竟然被他遇上 树木银声声砸向黑色轿车 引擎盖板筋凹陷 车楼轮也惨招毁损 连保险感也逃不掉 车主趁着国庆廉价 带着全家人从台北南下肯定 开心出游 却遇上原规台风搅局 树木倒塌 爱车惨招波及 业者一看到立马过来关心 先是招待免费午餐 接着陪同到警局备案 这两年住宿费也全部免单 连车子高达30万的维修费 业者也是全额负担 给我们菜单让我们顺便点 开他的车陪我到警察局备案 坐起来已经要接近块30万 没有含五 然后就直接处理 同样也是选在国庆出游 遇上台风搅局爱车惨招 树木鸭会 但这位去花莲玩的民众 就没这么幸运了 打风玻璃破得像蜘蛛网 引擎盖板金凹陷 成了一个大波动 赶紧向业者求救 但业者反应确实会在通知 等了四天都没联系 打电话也不接 让他气得在网路上发文 引起网友热烈讨论 有网友说不同饭店处理风格差很大 哪间饭店处理方式天差地别 可肯定饭店处理态度真的高下立判 民众遇上这种店家 最后也只能摸摸鼻子 自行认赔 但在台风店还是别出门 如果下次砸到的是人就严重了 记得评论话联 综合报道 看中文章的准备 感谢观看